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我们改变 转变我们的习气 那想要请教上师 其实一般来讲 比较少听到习气这样的字眼 那在宗教里面 就常常会提到习气 习气 请教上师到底什么是习气 那习气的改变 或者是让他能够熄灭的好方法 是定力跟智慧 那定力跟智慧又是怎么来的呢 请教上师 好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我们可以这样讲 习气也许它是一个宗教用语 那我们用一般的惯用语好了 叫做习惯 那这个习惯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它有一点点跟宗教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呢 我的生存 我的进步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都是为了这个自我 那这个在宗教里 特别是佛法里面 佛法强调那个无我的教导 无我的教导跟这个就是相违背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从小在家庭 在社会 在学校 学到的东西都是竞争 都是踩着别人往上爬 因为学校里面 第一名就一个嘛 全班第一名就一个嘛 不可能有第二第三个嘛 可是在修行里面 成佛并没有分这个名次 每一个人都成一个佛 可是在社会上 在学校里面没有办法 在公司里 业绩奖金也是那么多 第一名拿到最多 谁都想第一名 那想第一名很多时候 就会有很多 怎么讲 就是会欺负别人啦 排挤别人啦 甚至有些公司 他们会明定 不准业务人员抢case 跨界 捞过界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习惯的问题 好 那回到修行上来讲 我们在佛法上面 强调的是什么 舍己为人 强调的是广度众生 是菩提心 慈悲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 有一点点跟我们的 社会上的训练 有点不一样 因为等于是 我让别人踩着我往上爬 那些菩萨 通通都是 都是粉身碎骨度众生的 像连生活佛这样 被弟子卖 被弟子修理 一句怨言也没有 这是很了不起的境界 但是这跟社会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谈习气的时候 变成说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去用修行的新的习惯 去代换掉我们 那些过去竞争的 踩着别人往上爬的 那个旧的习惯 这变成是我们修行的 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换句话说 过去旧的习惯 它可能是一个不适合在修行场合的 那我们必须要培养一个新的修行的习惯 这个习惯到最后 就会开始谈到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以做 比如说不可以做的 杀到淫望久 五戒 可以做的要行实善 要去布施 那这些叫做戒 戒 戒是约束我们身口意 特别是身跟口 从而在从身口的制约产生以后 去改变我们的念头 改变我们的意念 那个是比较深层的东西 可是行为上 语言上要合乎那个戒 守了这个戒以后 我们才有可能会 什么事不能做的不做 能做的尽量多去做 也就是说 要为别人付出的尽量多去做 要把别人东西放自己口袋的 不可以做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戒守住了 然后就会有定力 比如说有人要贿赂自己 就不会收 那要去跟别人竞争 就会稍微保留保守一点 不会做得太过分 慢慢的到最后 不跟人竞争 慢慢就是随缘 随心所欲 那个时候智慧就会出现 所以有这个戒 自己明白知道 我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以做的时候 再来就会有这个定力 然后会有智慧 等到真的发现 哎呀 这个不是我要的人生 像我以前教书教到后来 因为我教器官 我还跟学生谈策略 谈竞争 我没有办法教了 因为我的新的宗教修行的习惯培养出来了 我旧的习惯 我没有办法告诉学生说 你们以后出去 要怎么样去争取表现 你们经营企业要怎么样去 打垮你的竞争对手 这些话我讲不出口了 我就知道我出家的时候到了 因为习惯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连生和我讲这个道理 就是说他希望我们学佛修行的人 不管是不是他的弟子 其实去培养出那个好习惯 可以做的尽量为众生去做 不能做的就通通不可以做 这样你的定力有 把持得住自己 任何的诱惑环境下 你都不会受到影响 那再来就会有智慧 可以去观照这个世间 明了原来人间苦空无常 无我的道理 他的意思是这样 听起来蛮难的 不过也蛮伟大的 觉得有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 可以做得到 是吗 那我们就相信上师 大家一起努力 相信连生活佛 我们感谢连夜上师 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 022-550-8599.org 就可以免费下载 喜金刚修行小笔记 我们再次的感恩 是连夜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 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讲密宗道 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喜金刚小笔记 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真佛宗台南大院学会的 常驻上师 是连夜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连夜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连夜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我们想要请教 连夜上师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看 连生活佛长期来的开示 有一个他自己的风格 就是他在阐述佛法的时候 有的是真的是 很深的一个道理 但是连生活佛在当中 喜欢用笑话 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 实际发生的案例 比较有趣的案例 来做呼应 或者是来做比喻 让我们来了解 他想要讲的 那个道理是什么 那想要请教上师 因为上师本身 是管理的背景 以前是一位教授 是老师 那请教上师 这个从你学管理的角度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或者是一个教导 教学的方式呢 有什么独到之处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请教上师 好 谢谢主持人 我们以前在学校 常常会有一些老师 有什么大刀啦 档铺之称啊 那这些老师通常都是很严肃的 他对学生的要求都很高 那连生活佛 其实他对学生的 对我们这些弟子的要求也是很高 可是他在过程当中 他会用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 来解释这些道理 甚至可以这么讲 能把一个很难的道理 像刚刚主持人您谈到 有很多的佛理是很深奥的 可是这么深奥的东西 你能用很简单的几句话 或一个笑话 把它讲出来 这叫高手 我们坦白讲真的是这样子 就以我们以前教书的经验也是一样 做研究的经验也是一样 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 或宗教现象 或者企业的管理现象 我做出来的研究 我可能只要三个步骤就解决它了 那一定比要十三个步骤的 八个步骤的要来得厉害 简化就可以改变的话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教导里面 它用这样的方式 这是我以前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我以前以我的教书经验来说 因为我们进了教室 课本打开就叫学生 就开始讲了 我们不会特别去准备什么笑话 然后去娱乐学生 我们很难 因为大学教授 很少会做这样的事情 大概只有补习班老师 幼稚园老师才会做这样的事 带动唱 让学生开心 不过它倒是抓到了一个 我觉得这是我们 以我个人来讲 我过去的经验 比较不足的地方 就是说 是不是用一些 比较生动的方式 活泼的方式 去告诉自己的学生 这个很难的道理 很难做到的事情 它可以是这样的角度看 然后可以让大家在笑话中 去体会各种的这些奥妙 这是我们以前 在教书的时候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 从我个人的经验 学习经验 或者当老师的经验 我觉得 连生活这一点 让我蛮佩服的 因为我们很难做到这样 甚至还见过他本人 人家问他 师尊心咒怎么念 他真的拿一个卡片 从头一个字一个字的交起 到他现在这个阶段 他怎么还有 这种耐心 放下这一切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交 而不是说 来 连夜 来谁谁谁 哪一个上师 你教他一下 没有 他亲自讲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 这个是我当时看到的 我觉得很讶异 因为我自己当老师 我不可能做得到 这样的地步 学生问我说 老师他这个 什么叫服务品质 课本有啊 你不会自己翻吗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让我会反省说 原来老师不是这样当的 老师要像他那样当 好 礼尚是这样 真的回来学校教书的时候 有没有做到 很难 还是没有做到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有那个情绪 有那个起伏不定的那种心情 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在教书上 没有办法像连生活佛这么认真 何况他自己讲了 他真的没请过假 我们当老师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请假 顶多补课 他没有 他不请假 这个也是铁人 连续出赛场次 很多棒球篮球那种运动明星 他这是铁人 又能当铁人 然后又能够 说笑话度众生 然后又很幽默很慈悲 这个我做不到 所以我佩服他 我拜他为师我做不到 真的就是这样 对现在人来说 因为这个佛法广度众生 有各个年龄层 也有不同背景的人 这个程度上也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求也不一样 那火佛用一个 就是大家最能够接受的 最轻松的方式来对待大家 是的确是非常慈悲 让大家都觉得学佛法 学佛好快乐 那我们很有福分 很幸运 也感谢连夜上师 给我们做这个提醒 我们才知道 连生活缝那么的辛苦 大家不要轻忽 再次的感恩连夜上师 跟我们做的分享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 022-55-085-99.org 就可以免费的下载 喜金刚修行小笔记 再次的感恩式连夜 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做的分享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博奖 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